欢迎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小涨了9.79点 收盘指数是9526点 涨幅0.1% 成交金额不到1000亿的998亿元 OTC市场小涨了0.07点 收盘指数是110.51点 涨幅0.06% 成交金额是202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证券分析师欧韦杰 韦杰台北股市昨天当然 一直都在平盘上下小幅震荡 可以看得出来市场观望气氛 非常的浓厚 那今天当然美股大涨 可能有助于台北股市开高 尤其是台子期的夜盘 大涨了1% 大涨了101点 但是台北股市这一波 10月以来接收月线 10月以来已经大跌了1480点 这月线势必是要收黑了 但是接下来的11月 要如何的来看待 您的看法 从台北股市最近的表现看起来 这几天大概都是维持在一个横盘的区间当中做震荡 那么其实市场上还是比较担心的是说 美国股市在晚上他们正常盘市的时候是上涨 可是在盘后盘的时候表现会不会出现下跌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市场上比较担忧的 不过我认为这个情况应该是在最近这一个礼拜开始 就会慢慢的减缓 因为美国的这个超级财报州已经进入到了尾声 那么我预估到接下来这个礼拜开始之后 一路到年底 美国股市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波反弹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今年的整个美国企业的股票 回购潮要重新的启动 那么大家要记得在每个每一次的美股的超级财报州之前 公司是不能够买股票 那也就是说即便他们在看好自己的公司 或者是他们要去维护股价 都不能够在公布财报之前去做回购的动作 那在公布财报之后 他们就可以重新启动股票的回购 那所以其实预估 有这个国外的投资机构预估说到年底之前 每一天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会有180亿的这个回购的股票的金额 而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筹码面的激励效果当中 我认为对于美国股市来说 是有机会去进行反弹 不过呢还是从技术面去进行一个掌握 美国股市的压力点 大部分现在都要看到的是在10月24号的 这个长黑K棒的高点 能不能够在收盘的时候有效站上 那如果说他能够相对站上这个位置点的话 那对于美国股市的一个反弹行情呢 就会比较乐观一点点 10月24号的这一个高点的这个下沙的这个黑K棒 它当初是到了2656点嘛 那它的上缘是2705点 那以S&P来看 所以至少要占到2700点之上 对没有错 那如果说这个以非常棒的指数的话 我们就先抓一个整数 大概是在1200点的这个整数关卡 那尤其是费半指数 它一直都是美股的领先指标 如果说费半指数在接下来这几天当中 能够领先的站上这个 1200点的这个反压的位置点之上 而且能够站得稳至少三天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期待 美国股市的这个反弹的强度 它很有可能 以稻雄工业指数来说 它会有机会来到25500点以上 大概就是在10月16号的这个高点的附近 去做一个挑战 那如果说美国股市在年底之前 都有机会能够出现一个反弹的行情的话 那么当然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是一个比较正面激励的一个状况 那么台股就现在的一个位置来看 10月25号的这个空方缺口 还没有回补之前 其实台北股市都非常非常的弱势 那原本我们是说缺口的回补 是要在三天之内 那就目前看起来 这个台北股市并没有去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所以其实台北股市还是非常的弱 随时都有破低破底的可能 所以在接下来能不能够 在美股反弹的激励当中 去回补这个缺口 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 那么当然回补这个缺口之后 我们就要去看的是10月11号的 这个长黑K棒的低点 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反压 尤其是这一天的长黑K棒 它是爆了超过2000亿的这个大量 那原本我们说这个大量的低点是不能跌破 原本看的是支撑 但是支撑在过去以后被跌破之后 就变成是一个反压 所以这里变成是台北股市最重要的一个反压的点位了 那所以在没有完全收复这个位置之前 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都即便有反弹都不用太过乐观的期待 那即使美国股市的反弹很强势 在没有站上这个反压之前 台北股市的我们说就很难会出现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所谓的报复性反弹的行情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你这个反压现在如果以我们的集中市场来讲的话 它的位置点是在1万 大概就是在这个10月11号的低点 应该是在这个9800点 抓个整数关卡 所以它至少要占到9800点至上 那才有机会达到我们这个行政院发言人所提到的 这个重回万点不是梦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另外除了 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另外就是说在新台币的汇率上面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 我们之前有看到外资在预估 未来半年的新台币汇率的时候 他们预估的数字竟然是来到了32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过去如果说从10月份起跌开始 新台币的汇率是从这个30.51到31 那扁了0.5 但是台北股市是跌了1700点 如果按照外资这样的预估的数值来去做一个推估 其实大家要稍微小心一下 如果说未来的半年 新台币的汇率是持续走变 那么台北股市在未来至少半年 行情当中压力都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再从结构上面去做掌握 电子还是最弱势 所以说台北股市要能够看到一个 比较明确的止跌反弹的一个现象 电子股一定要先转强 那么电子股当中最重要当然是台积电跟鸿海的表现 那么尤其是台积电在10月25号的这个空放的缺口 能不能够在收盘的时候有效的站上 就会变成是电子股转强的一个关键点 那另外呢 过去我们提到这个比较强势的金融股 那里面比较弱势的结构 我们看的是在寿闲双雄 就是国泰金跟富邦金 同样也都是在10月25号的这个空放缺口的位置 或者是一些产黑K棒的高点 能不能够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能够去站上 这个对于台北股市的结构上面来说 会有利于反弹的行情 那所以说 其实在台北股市的反弹的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留意一下 在整个国际市场当中 尤其在美国股市里面 其实银行的卖压都非常的重 包括我们过去有提到FED的持续缩表 它会造成道琼接下来的行情其实会比较差 我们之前有讲过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 它的压力很有可能会让大家看到 来到1万6、1万7的位置点 那再加上说 其实整个国际的这个被动式的基金 它的卖压 其实有研究机构预估出来 是未来的一段时间是隐含了7.4兆美元的卖盘 这个当然是说在未来的盘势当中 如果一旦触发了所谓的停顺点 或者是投资人疯狂的输回的时候 它所会引发的一个现象 不是说马上会发生 这个不是 那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指标是说 贝莱德的这间基金公司 它的股价在过去的三周是中错了20% 原因就是因为它面对 很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的庞大输回的压力 它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被疯狂的输回 这些输回的投资人 包括对冲基金 包括养老基金 也包括了保险基金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股市当中的一个所谓的聪明钱指数 它已经快速地回到了金融海啸的低点 简单来说 这些大额机构的投资法人 在过去这10年的获利 其实早就已经在过去的这两个季度当中 快速地把这些钱给获利了解出场了 所以其实大家在留意到 美国股市即便它是有反弹 对长期来说 它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那么当然也不是说 所以刚刚特别这点要为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有很多的这种 我们现在知道说ETF指数型基金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它当然指数型基金 对一般投资人来讲还是很OK的 可是它有助涨助跌的情况 对不对 当你股市在涨的时候 ETF跟着指数 它其实就必须要加买 然后但是当它跌的时候 各位它就有助跌的效果 对 它一旦跌破了某一个这个可能电脑设定的指标 这些被动型基金 它是没有办法操作的 它就只能卖 对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 我们说这个城市交易也好 或是高频交易也好 所带来的一个 这个等于说是助长助跌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一旦触发到停顺点 就会疯狂的往下去做这个获利了解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那另外美元指数 但那并不是现在要发生 还是要提醒 不是现在要发生 不是现在 不是马上会发生 是担心 所以万一它在 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反弹站上去 然后反而在下跌的时候 就要小心这一个助跌的效应 对对对 所以我想说其实在接下来 即便有反弹大家都不用太过乐观 因为越是乐观 其实受到的这个伤害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里也不是所谓的长期投资的一个好的位阶 所以其实大家在未来台北股市反弹的过程当中 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降低持股的话 还是尽量降低 那么我们去冷静的面对未来的一个正常 因为这个其实有涨必有跌 那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 去面对这样的过程 然后尽量减少自己手中的这个风险的产生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策略 所以韦杰刚刚虽然提到技术现行上面 必须要反弹而言 必须要赶快站上的一些空方缺口 不管是美国的10月24号的空方缺口 以台湾来讲是10月25号 或者是美国甚至于更往上的话是10月10号 那台湾是10月11号的空方缺口 这些空方缺口如果能够很快的站上 技术现行上可以化解 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以反弹来看待 甚至于如果这个反弹 就算今天有反弹 先不要太过乐观 因为万一下杀的时候 要注意那个多杀多的风险 对啊 因为就目前台北股市来看 它就是已经确定进入到 长空的结构当中 所以长空之下的一个反弹 就是属于解套跟逃命用的 好的 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欧伟杰